有关第四个单元 不过在讲第四单元之前的话 底下的部分 其实底下还有放一些东西 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 或者是说你之前 你有曾经学习过 我以前的Python 或者你在其他地方开的Python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 用Python的方式做上那个事情 其实你会发现最后做完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只是差别是说 Python 他最后还是非得要汇出资料到Excel 变成说感觉常在想 到底这样方不方便 合不合适 基本上也就是说 其实两个工具都能够做出一样的结果 只是说到底哪一个比较简单 像如果用Python来做的话 基本上一样就也是给他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一样丢给他 然后里面的话 这个也是一样 就是跑个回圈 那回圈部分的话就是不断的去抓 所以你会发现下面是主程式 主程式的话就是for i in range 1到61页 然后我们就是呼叫上面的这一支 附成 这一支的这个方选 这个方选的话就传什么 传1到61到这上面 然后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把那个连结 其实关键也是一样 我们之前本来是放个i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把它放一个P 有没有 那只是说要转型 转完之后放在这个网址里面 并且一样把它抓下来 然后呢 一样去取得里面的table fine哪个 fine table ok 然后把那个table里面的td抓出来 td就储存格 然后分别把它抓出来 里面的话需要把它空白拿掉 空白的话就这个 斜线xa0 然后分别把资料全部抓下来 return return的话就把它返还回来 丢到s全部串在一起再输出 ok 得到的结果呢 那就会是长这样 其实逻辑部分是一样的啦 只是说可能在操作的细节上面 会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对那个 python部分以前有学习过的话 也许可以不妨可以乱乱看 最后甚至可以把它存成csv 因为如果你要放到ecell去做后续的操作的话 那你可以再把它存成一个csv档 那如果你们想要回去再练习的话 可以先用这个什么呢 我们云端上面 其实我有放了一个环境 安装环境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学习的话 我不打算教eclips 我打算直接用spider就好了 ok为什么 因为spider相对比较简单 就不用再做很多设定 马上可以做 所以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用python的环境的话 它比较麻烦 它不像excel 直接打开 直接点vba 可以开始写 那python的话呢 因为它是属于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就是说它没有 你不用买 其实也有人叫免费软体啦 但非商业用途是免费的 是没有错 那只是说呢 因为你没有付任何费用 所以它的环境 有些地方你可能要自助 有点像自助餐的概念 不是餐厅吃东西 因为你没有付钱 那我这边顶多是说 我有帮各位做个懒人包 什么叫懒人包 就是你不需要额外去做太多的事情 我已经帮你弄好了 帮你打包起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免安装的版本 你只需要把它按右键下载 那它档案大概100多 其实还蛮好 169 那你们如果想要练习的话 你可以先把这个东西 懒人包先下载一下 不过最好一下不要大家全部下载 等一下会塞车 160几 还好我们这边速度算还蛮快的 那下载之后的话 其实什么事都不太需要做 你只需要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完之后 放到哪里 你把它下载之后 把它放到低叠的根目底下 我们下载是下载到C 那你把这个剪下来 或者直接拖拉到D好了 拖拉到D 丢到D底下 然后把它按右键 解压缩完之后 特别是吗 至此不要再多一个目录 至此 把它解出来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去执行Python的环境 因为之前我们上课是用另外一个Eclipse环境 设定相对比较麻烦 那后来因为我发现 在Python里面 它也有提供另外一个编辑器 以前刚开始用起来不好用 但现在我发现它越做越成熟了 Spider 所以我觉得干脆不然就是 只有Spider来开发就好了 不然的话又要装一堆东西 那你们把它解出来之后的话 只要再进到这个Python的384 里面的一个叫Scribes Scribes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它就会有一个叫做S开头的Spider 在这里Spider3 现在好像Spider4了吧 它现在这个版本更新的还蛮快的 那你只要把它点两下 它这个环境就打开了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可以在这边可以写东西了 有没有 Spider虽然它上面程式叫4 可是一打开变 这个Spider3 可以打开它变4 不晓得 因为它自动更新的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 打开之后就可以用了 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做任何的设定 那感觉跟这个我们的PBA越来接近 不然以前光要安装一个环境 它真的是很累人的事情 那挑出来之后的话 它问你说有新的版本要不要更新 那好像不能不更新 反正先不要更新好了 OK 然后要不要install这个套件 先不要好了 OK 那这个环境就打开了 就可以开始写真 那程式写哪里呢 直接你就开一个新的空白的模组 然后你就把程式写上去 程式写在哪里呢 基本上你就像云端上面的东西 你就可以把这个云端上面的程式 直接就把它贴到上面 或者把它写上去就可以了 只是有一些东西套件我们可能没有装 像这个 BeautifulSoup我们可能没装 或request没装 可能它还是没办法跑 还是要装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假如有装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Ctrl C Ctrl V 贴上就可以了 我弄一下 不确定有没有装 Excue 弄一下 OK 然后这边会出现 No name 没有装 所以把它装起来就OK了 如果假设以前有学习过的话 应该还记得怎么去安装它 这个也许我们之后再来看 另外的话呢 我是觉得它这个环境还有个好处 就是说 它 虽然是英文版的 但如果你想要把它变中文版 只要做一个简单的设定就好了 上面有一个板手 就是设定 设定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 General 这边有个Advanced setting Advanced setting 设定的话就是进阶设定 那预设是英文版 你可以把它改成中文版 不过它只有简体中文版 还没有繁体中文版 不过至少我是觉得 如果你英文没有那么好的话 可能至少简体中文看起来会比较亲切的话 你可以改成简体中文版 按OK就好了 我们来看 基本上它就会怎么样 帮你把它改成 至少 虽然 Do you restart yes 要不要change 这不要 OK 那一定要把它restart 那如果你restart 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Spider的环境 它就帮你打开了 这个时候的话 OK 至少看起来应该稍微亲切一点 只有这个运行 这个应该都看懂 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底色 在底色有的时候像我自己习惯是白底 我自己习惯 可是有同学习惯黑底 如果你不习惯黑底的话 你可以在齿轮上面 修改一下它的外观 你们现在这个应该都看得懂 外观 外观里面的话 你可以什么 鱼法高亮主题 预设是Spider的Dark Dark是深色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Spider 没有Dark这个 这个是它原来的 有没有 之前是这个 这个样的布景主题 但是后来好像 不知道为什么改成Dark 按个OK 那你会发现 它就会比较 变成我觉得 我自己比较习惯的 要不要重新起 要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它的底色 就会变成 比较像VBA的那种白色底 有没有 像这种 就越来越像 感觉好像VBA的这种开发 以后的话 就在这边写一写 然后就可以把程式在这边做执行的 以后写Python就简单一些了 OK 不然的话 一般光开发Python 设定就一堆问题了 目前的话这个环境很快就可以Run了 所以有时间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要写程式很简单 就按新这个module 那你可以写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程式 有些按东西没安装 那你可以自己Run一下 比如你可以写一个简单的程式 A等于5 B等于3 然后假设你Printed Printed什么 Printed就是输出什么 A加B的结果 把A加B的结果Printed出来 那输出结果会在这里 执行 有没有发现 它就输出8了 或者你也可以 可以在这边弄一个加总结果 OK 就是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在这边弄一个 叫加总结果 冒号 这边加 有没有 然后 记得后面就加个逗点 逗点的话就输出后面的结果 那执行一下 有没有 加总结果就Printed出来 另外呢 如果你假设在输入过程当中 你觉得这个字太小 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按一下Ctrl加号 它就放大 Ctrl- 这个跟Eclipse差不多 只是说 Eclipse是要用键盘上方的加 但这边的话 好像上方跟右边都可以 右边的数字键也可以加 有没有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如果要加一个Ctrl- 它就放大了 Ctrl- Ctrl-按住 加减 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你在这边做开发 所以以后的话 你最好是 像我是左右开工的 反正哪个地方 比较方便 那就用哪个工具 随时两边可以互相交互的用 就是结长补短 互相协同应用 OK 所以也许请各位试试看 待会的话 因为之后我们还是会讲到Python部分 所以请各位 再把云端上面的安装环境的下载解压缩 记得 请你把它解压缩的话 请你把它解到低碟 记得 你千万不要解到别的磁碟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环境 如果你解到别的磁碟 比如C碟的话 它会不能Walk 不要把它放在C碟底下 如果你把它放C碟的话 它打开会是错误的 因为我的预设是放低碟的这个根目录 如果你放持压持跌会出错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把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你们先试试看这部分